第2362集 群雄会 这就是神尊 太可怕了 光看着他就让人不能控制沉沦向深渊 要自毁 谁欲相抗 不愧为降服荒手 让大圣都只能为其拉车的强者 一群制强者都进去了 集成道也到了 身上的甲咒不少都破损了 沾染着暗红色的血迹 直接上楼 他是踢场子而来 要与神尊一战 早已引发了轰动 不少人跟着上楼都想看个究竟 此楼很高 也很宏伟 内部有空间法则 不要说只是部分自负的强者来凑热闹 就是十万人同进 也不成问题 最高一层楼很缥缈 有一座浩大的高台 似乎是一座巨山 被人削断形成的巨台 混沌气弥漫 在那里有一张又一张玉石桌 各对应着一把石椅 不同座尾间相隔很远 端坐着儿金的霸主们 修为弱的人 进入这一层 登不上那如断山般的巨台 只能在下方仰望 因为上面的人毫不掩饰 流转出的气息很破人 无形就阻断了朱雄的路 这让许多人都很灰心 他们知道 通过今日这个场合 他们的地路就已经暗淡了 没有办法抗衡上面的人 不曾出手就已经败了 倒是有一些还稚嫩的面孔不气馁 暗自攥紧了拳头 他们还年轻 还有时间去磨砺 集成道很直接 神尊 敢否一战 一步就迈上了半山高的骨台 一声大喝 让整座楼宇都颤了三颤 这么多年来 他的心很酸苦 有母亲不能见 有父亲却也远去 至今他还记得 当他长大成人后 他那傲骨天生的父亲 双臂早生 默默整装 一身灰衣 做苦奴装束远去时的场景 想拦都拦不住 至今都不知身在何方 他的父亲三百多年前 被尊称为神王 无论在北斗星域 还是在他所走过的古路上 都锁向无敌 铁骨蒸蒸 可最后却那样黯淡隐退 暗自了解很多后 鸡城道得西 过去的事与神尊有关 镇压了他的母亲 折败了他的父亲 无情而近乎羞辱的将神王赶走 三百多年过去了 鸡城道清除于兰而胜于兰 远比他父亲当年强大 他走到了大胜绝颠境 这是一道关卡 阻挡住了很多人 老辈人物也不过如此 都被挡在了这里 难以逾越 他虽然相对来说还算年少 但已不弱于人 孩子你还不行 我说过最起码五十年后 你才能差强一战 现在还差得远 高台上神尊开口 朦朦胧胧 像是一位天尊盘坐混沌中 看不清表情 庄击城道冷笑 扫尸在场的每一个人 又盯着神尊 实际行动来一战 神尊盘坐在那里 似一座泥塑的神像 没有一点波澜 我只怕打击到你 知识道心不稳 再去修行五十年 我等你 我击城道不怕失败 在一位又一位 长辈的敲打中长大 还怕一点挫折吗 黑黄为言点头 小城道自幼 被他们虐着长大 不要说真正的野人咆哮 犬黄撕咬 就连无良道士 都是曾用渡街天宫 修理过他 进行过地狱式的磨炼 小城道最大的优点是坚韧 不怕失败 越错越强 每一次战后都会总结 必然更上一个台阶 为此夜童将褶字秘 行字诀等几种无上禁忌秘书 都传给了他 用以保命 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传来 神族天女心蓝起身 对鸡城道招手 好 孩子 有志气 来 到阿姨这里来 你谁啊 鸡城道不领情 他深知这位女强者 也来自神族 对他们没有一点好感 真是继承了你父母的傲气 阿姨对你没有一点恶意 只是觉得你倔强得很可爱 不错 神尊算什么 你骂他两句也是应该的 我支持 新兰脸上挂着笑意 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 积承道冷审 不去理会 依然盯着神尊 你想与我一战 神尊开口 毛子一下子冷立了很多倍 保射出两道害人的光芒 惊得下方成片的人倒退 脸色雪白 更有不少人如遭雷击 大口磕血 这得是多么强大的力量 只是目光而已 却如同雷神的两柄 天伐大锤 将一干走上地路的大盛都震伤了 不错 积承道如意赶标枪一般盯在那里 神色不变 战役凌云 气势攀升到了极致 那好 我给你机会出手 积承道不分 我为什么坐在你身边 我是好意 过去你跟的那些人一个个都是废柴 耽误了你不少时光 日后 我亲自教导你 神尊面无表情地说道 越发地像一尊古神像了 雾挨笼罩 你不配这样说 积承道沉下了脸 神族天女新兰说道 她是你的舅舅 不会害你的 而我是你的亲阿姨 可以保证 众人闻听都是一正 心中波澜起伏 积承道的母亲竟是神尊与新兰的亲妹妹 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出此听闻 感觉不可思议 你的体内流淌我神族的至强血液 不过在你幼时被我封印了神主碎片 跟我回神族 我帮你开启 神尊冷漠说道 用不着 我的目标是将你打倒 显然成道也早就猜到了彼此的关系 虽然喊打喊杀 倒也还保留着最后的一点分寸 你不行 被一群废物耽搁了太多的光阴 日后跟在我身边 我亲自教导 五十年后可与我一战 神尊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的话语到来 积承道不领情 你算什么 他声出怒意 他自幼被欺负 还有黑黄 段德 东方野 李黑水 夜童等人调教 不容许别人轻视 在我看来 所谓的天庭就是一个笑话 真正的强者 一人杀破宇宙 什么组织都为虚 神尊平静地说道 旁边一个人脸上露出不快 正是来自神庭的绝顶强者 被人背后称作小地主 他是神庭地主的幼子 也走上了这条路 觉得神尊的打击面太广了 先不要说这些 今日只是坐下来商谈一些事情而已 有人请我们喝神茶 孩子 坐到阿姨这儿来 不要置气 新兰说着 想积承道走去 这个时候 地天站了起来 面带亲和笑容 掌指间出现一团灿烂的光 水一出现 就大道轰鸣 万种道泽垂落 将整座高台都给淹没了 让人震惊 道之远 下方很多人惊呼 全都眼巴巴的望着 这绝对算是一种逆天的瑰宝 尤其是到了现在 随着境界越高 修行越艰难 这种得到天地认可 而化生出的赐予人杰的本源 就更加体现出它的价值 摆在朱雄面前一条路 若得天地认可 成就准地位就会有望 借此破入进去